她是爽文里的大反派 三位师妹和美女世尊都是她的后宫家里 每天都会去偷看师妹洗澡 兢兢夜夜旅行反派职责 但很遗憾的是男主不是她 而是一个名叫夜晨的天选之子 可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的是她有一个系统 只要还原反派凌霄的人设 走完剧情任务就可飞声成仙 于是她没事便会调戏一下师妹 什么检查师妹身体 和师妹交流技术如何 后美女世尊丝袜 但本因恨她入股的师妹一夜之间 今日却全部出动 暴打天选之子 守护我们最好的大师兄 为什么我的师妹全都一夜变成了病骄 不仅不对反派大师兄憎恨 反而主动前来贴贴 就连美女世尊都想要攻略舞 直到二师妹喝醉说漏了嘴 我善良的大师兄 这些年你演得很辛苦吧 没想到这些年小丑竟一直是自己 而我们的灵霄不知又在做什么坏事 今日便是天选之子 拜师青蓝仙宗的高光时刻 时老 这机缘真的就在那青蓝仙宗吗 这是夜晨戒指中的时老发话 你最重要的机缘就在那山上 不日就是青蓝仙宗的收徒大帝 见识你就会知晓 就在此时夜晨的灵宠 突然看到上空有灵兽暴走 而我们的小师妹陆英英 正在后面急忙追赶灵宠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喝了水就暴走了 下一秒她便被灵霄给扑倒 只见灵霄一脸猥琐地看着陆英英 小师妹你终于落到我的手里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灵霄搞的不 现在这深山野灵就只有我和师妹你 让师兄好好疼爱疼爱你吧 就在此时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放开那个女孩 原来是主角夜晨登场 只见她见指灵霄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按下独手凌辱奴门师妹 简直下流无耻到了极点 灵霄见自己的好事被打搅 一脸生气 你刻喵得算哪根葱 老子可是青蓝仙宗大弟子 你是何人速速报上名来 行不改名做不改姓 我叫夜晨 灵霄文言一惊 这不就是人家一直苦等两年半的主角吗 随后她便出言挑衅起了夜晨 一个满门抄斩 被女皇通缉的丧家之群 要来青蓝仙宗寻求庇护了吗 赶紧给爷爷跪下舔脚 说不定还能放你一马 勉强收你做个外门扫地弟子 如此挑衅的话也成功激怒夜晨 没错这就是灵霄想要的 接下来只要按照剧情的发展 当主角夜晨刺伤了我 四师妹将会看穿大师兄的真面目 并且爱上夜晨 只要在夜晨拜入山门后处处找她麻烦 一次又一次被她打脸 最后绝望自杀 就可以飞身成仙了 来吧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可下一秒天选之子 竟被师妹一脚踹飞 灵霄一脸猛逼 这什么情况啊 只见陆音音一脸娇羞 搂着灵霄的胳膊 大师兄你没事吧 都怪那个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的丑八怪 坏了我们的好事 刚才我们进行到哪里了 人家还想继续 灵霄麻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师妹的人设怎么崩了 随后陆音音便要提借打了男主 男主的后宫竟要杀男主了 剧情真乱套呀 好在叶晨的灵兽救了他一命 这时师老感觉到了大势不妙 因为本是叶晨的机缘 似乎发生了改变 而我们的四师妹 又将魔掌伸向了他的大师兄 吓得灵霄撒腿就跑 留下喃喃自语的陆音音 小喵失控 被大师兄扑倒 还有那个叶晨 看来那个记忆都是真的 眼前的这个男人 可以说是把反派人设做到了极致 不仅坐拥三位师妹 每天进行交流技术如何 更是连他师尊的丝袜都不放股 只因他觉醒了闲鱼反派系统 只需每日兢兢夜夜扮演反派人设 走到结局便能飞升成仙 可令林霄没想到的是 他最近老会梦到死在师妹的手中 明明自己的死法 早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只需静等男主叶晨拜师青蓝先踪 然后自己专注干坏事 挑衅陷害男主 被一次又一次打脸后 最后身败名裂 自杀身亡 就可以飞升成仙 返回自己的世界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昨天师妹 竟不按套路出牌 一脚踢飞天选之子 将剧情全毁了 就在此时林霄的小狗腿 怀真 端着洗脸盆来了 经过怀真的舒适打扮 大师兄今天也是一样的英俊 只可惜了这张脸 怎么就是个炮灰反派的命吗 一想到是尊注的山峰真够远 就头疼了起来 但这怎么难得住林霄呢 只见林霄纵身一跃 便跳进自己的缆车中 虽说垃圾系统罢了功 但剧情该走还是要走的 四师妹不知道为什么崩了人设 其他女主可千万别崩啊 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从林霄耳边传来 身为宗门大师兄 居然连遇见飞行都不会 真是丢进我们师门的脸 不思进取就算了 还花费宗门经费大肆建造缆车 听到师妹们的吐槽 林霄不怒反省 还是那原来的味道 还是那熟悉的配方 连四师妹的人设也恢复了 我的师妹人设看来没有崩 随后林霄摆出一脸欠销的表情 宗门的财政都是归我管 人家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就连四师妹都嘲笑我 给我做了个鬼灵 这才是反派日常的正确打开方式 很快几人便来到师尊的闭关洞腿 师尊闭关的这三年来 宗门内务一切顺利 弟子们均已突破至先天 只有大师兄依旧停留在住基期 正如师妹所说 宗门在弟子的领导下仅仅有条 至于弟子的修炼进展嘛 弟子努力做到没有退步 确实还是住基初期 随后二师妹更是将主角叶晨 要来拜师的消息告诉师尊 若是叶晨能够通过考验 拜入神鸾峰 也算不全神鸾峰无堪担大任的男子遗憾 系统也告诉林霄目前剧情进展顺利 让他再接再利 林霄一脸开森 只要男主叶晨上山带他完成任务 飞升成仙 就可以回家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四师妹两天前 居然觉醒天道记忆 在梦境中大师兄不仅被叶晨暴躁 自己更是爱上了叶晨 即便大师兄让他远离那个男人 可他却在叶晨怀中不为所动 但没想到这个叶晨居然是个渣男 不仅玩弄师姐们的感情 就连宗门都因为他被灭门 他也意识到自己一直都错怪了大师兄 昨日叶晨的到来 让陆音音更加确信这段记忆 不仅仅是未来的启示 更是过去的警告 他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会爱上 这样的一个人渣呢 一直视为卑鄙小人的大师兄 到底做了什么 陆音音下定决心 一定要调查清楚 还大师兄一个清白 他是宗门里公认的废柴师兄 每日只知道调戏师妹 墨于百滥 但依旧深受无数同门师妹的喜爱 只因他的反派人设 早已被师妹们看穿 此时的村民正在教训偷瓜妖兽 而这只妖兽正是主角夜城的灵虫 这次多亏灵霄所赐的法宝 瓜农们才能将他抓住 我们的大师兄此刻 正在瓜田悠闲地喝着下午茶 随后问到旁边的老农这瓜宝熟吗 这肯定宝熟啊 而这片瓜田也被灵霄承包了下来 此刻的他一边吃着西瓜 一边朝着灵虫吐着西瓜子 今天就让你吃个够 可就在此时夜城突然出现 夜城看见自己的小雕被如此凄凌一领气愤 老蒙剑来人正是妖兽的主人 连忙让他赔瓜田的钱 可没想到主角夜城居然是个嚣张跋扈之徒 侮辱他们这群凡人不配碰自己的灵虫 灵霄见状竟还敢有人在他面前装十三 一个家破人亡的王国世子 有什么资格在小爷面前大小生 你若还想败入青蓝仙宗得到宗门庇库 就乖乖赔钱下跪道歉 夜城怒了 身为天选之子的他竟被灵霄三番五次贬低嘲讽 直接拔剑对着灵霄劈去 一阵轰隆声过后 当烟雾散去 只见灵霄撒腿就跑 并放下狠话 叫他走个桥 还没反应过来的夜城一脸猛逼 这就完事了 反观被揍的灵霄一脸开森 他没想到进行的竟如此顺利 距离炮灰领便当又进了一步 只是说好的走完结局直接获得最终奖励 怎么在过程中就发放了奖励 夜城这边 实老则怪他做事太过冲动 如今得罪灵霄明日拜山考验 怕是会被处处针对 但夜城此人自认不凡 即便沦落民间 也绝不受这些人的羞辱 这是刚才那名老农看夜城实力不凡 连忙上前求原谅 可却被一掌鸡飞 我夜城这一生放荡不羁 百无禁忌 但是最痛恨别人伤害我的朋友亲缘 吓得村民们连忙跪地求饶 随后又假惺惺地解释自己一生形式恩怨分明 从不滥杀无辜 而他所做的这一切都被躲在不远处的似师妹 看得清清楚楚 好一个双标的狗男人 只需你的灵宠祸害别人的粮食 却不许人家奋起反抗 想到这里还是他的大师兄好 刚想去看看那老农的状况 却发现自己的大师兄早已到来 更是送上疗伤丹药当作陪礼 这一刻鹿鹰鹰是越来越看不懂他的大师兄了 他发誓无论如何 都不会让夜城拜入青岚先宗 一个是每日只会喝茶吃瓜的反派大师兄 另一个则是天选之子爽文男主 今日男主夜城终于拜师青岚先宗 大师兄本打算被地里助其一臂之力 让其荣获第一 不料男主夜城实在投体 一步之遥的第一名就这么被自己玩脱了 今日就是青岚先宗考验拜师之人的试炼之日 二师妹上来就是一顿激情演讲 并奉劝他们若是连这么简单的考验都做不到 不如趁早打到回府 这时人群中的夜城一脸装十三地表示赞同 若是连第一道考验都心生恐惧 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众人虽不满夜城所说 但爱于她的身份天赋也只好作罢 夜城这时来到二师妹郭友荣面前 在下夜城 久仰郭师姐大名 看着郭友荣的爵士容颜 夜城不由心动 师老说得果然没错 青岚先宗果然是自己的机缘之地 随后便开始寒暄起来 听闻郭师姐在剑术方面造诣很深 在下有些修炼上的小问题可否指点一二 林霄见状一脸不爽 你可以送我归西 但绝不能染指我的师妹 夜城解释自己只是对郭师姐一见如故 想和他交流见记罢了 林霄可不惯着他 一个没入门的散修 居然还有脸向我家师妹交流见记 而夜城则嘲讽林霄秀为低威 一看就是用了卑鄙手段败入宗门 怀真则表示大师兄只是隐藏了实力 大师兄可是登仙T的最高记录保持者 虽然这最高记录的由来是个美丽的误会 但今天这十三他是装到了 夜城则完全不相信面前这个废材 竟是记录保持者 并扬言不管林霄之前用了什么手段 自己今日定要破了他的记录 狠狠打他的脸 随后郭友荣开始介绍起试炼规则 挑战者不允许使用武器 法宝 需凭借自身灵力登梯 达到金色阶梯前一百者可获得参加收徒大顶资格 或者可继续挑战最高记录 如果作弊取消器资格 很快考验便开始了 众人也是一拥而上 有些实力不计者在青色阶梯上都寸步难行 可夜城这家伙真不愧是天选之子 这点灵压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他是必要将林霄的名字踏平 让郭友荣倾心于他 按照剧情发展 反派林霄应嫉妒夜城才能 故意给他使绊子 然而身为气韵之子的夜城靠着自身过硬的实力 不仅破了林霄的记录 还在石碑上留下自己的手印 眼看时机已到 林霄直接出手 夜城也察觉到了不妙 一个闪身躲过了偷袭 就是可怜那即将完成青色阶梯的弟子 虽然夜城很是不爽 但也拿林霄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时郭友荣警告林霄让他不要再搞小动作 不然让他好看 林霄表面上答应 但接下来才是最后一次 因为第二次丢出的石头将会被夜城反弹回来击中他的脸 而郭友荣再也无法容忍直接将他告发 此刻的夜城一脸得意 林霄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 大喊天上有个美女在他上面飞 当夜城抬头看去 林霄再次出手 不料这种小把戏早就被夜城看穿 可就当林霄满脸期待他的反击 令他没想到的是 夜城这家伙竟为了接住石块彩虹坠崖崖了 林霄马了 这怎么和剧本里说的不一样啊 而隐藏在人群中的陆英英也一直都在注视着这一切 明明是宗门里公认的反派师兄 如今却深受师妹们的喜爱 反而天选之子爽文里的男主 却遭到了大家的鄙视 只因我们的主角酷爱给自己加息 才以至于被二师妹出手教训 为何夜城会掉下灯纤梯 其实这一切都是陆英英做的手脚 早就知道接下来剧本的他 提前一天就在灯云梯放置了变色龙 为的就是在大师兄最后一次出手时 趁夜城不被偷偷下手 当然有人欢喜有人愁 但毕竟是天选之子又有气韵加深 怎么可能会止步在这里 只见不要脸的夜城净赚人彩背 又开始一路高跟猛进 参赛弟子纷纷不服 他这是违规作弊 夜城则表示 自己又没动用武器法宝 这一切都是靠他自己的灵力走到这里的 三个字 不要脸 波友荣也判定其没有违规 这也更加令夜城肆无忌惮起来 人不为己天诛地命 拜山名额有限 与其挑别人的刺 不如担心担心自己 而夜城也成为第一个登上金色阶梯的人 众人见状开始在灯仙梯上扭打起来 争夺前一百的名额 不愧是男主龙奥天 就是这么狂 弱肉强食这一套被他玩得明明白白 怀真小老弟对夜城这种卑鄙无耻之徒痛恨不已 凌霄则为其开拖起来 灯仙梯的阵法没有将他排斥出去 就说明他没有违规 虽然过程有点曲折 但夜城通过试炼的结果不变就行了 接下来就是他打破自己记录的高光时刻 如今场面混乱路 阴阴的竹节已无法追上 难道真的无法阻止夜城这个卑鄙小人了吗 此刻的夜城一路扶摇直上 而他也终于看到灵霄的名字 他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灵霄我要把你的名字狠狠地踩在脚下 此刻怀真一脸生无可恋 他不敢相信大师兄的最高记录就这么被破了 灵霄则长叹了口气 总算是没出什么差错 成功打破记录的夜城一脸装十三 可还没等他享受完自己的高光时刻 竟被石块狠狠地击中 此刻的陆英英一脸猛逼 人家还没动手呢呀 灵霄则四处寻找起来 又特喵的是哪个小可爱蛋的 令他没想到的是 对夜城出手之人竟然是二师妹郭友荣 他是宗门中最受欢迎的反派大师兄 就连二师妹这种小野猫都能被他搞定 反观堂堂爽文主角天选之子竟被当众羞辱 为什么二师妹郭友荣突然出手偷袭夜城了 只因他也觉醒了天道记忆 看到宗门因夜城而覆灭 果然像夜城这种无视纪律的人 从一开始就不该踏入青蓝仙踪 你说对不对啊 大师兄 林霄拿了 按道理来说二师妹不是应该帮夜城的吗 此刻的郭友荣也更加确定 他觉醒的那段天道记忆是真的 所以他现在绝对不会让夜城入宗的 而夜城这边还在苦苦坚持 为了不掉下灯先踢 又想搞小动作 不料竟被人发现一脚将他踹飞 还想再来 真拿人家当傻子了呀 夜城内心十分不甘 难道自己这次真的要在这里栽根头了吗 自己大仇还未得报 机缘还没拿到 明明我才是气韵之子 我的人生不甘是这样的 而就在此时他竟挑服在了空中 原来是师老暗中出手 但这种能力也只剩下最后一次 师老也是十分猛的 夜城可是气韵之子 没想到今日竟会如此悲惨 如今的夜城已经被怒火冲昏了头脑 他让师老再次出手住他一臂之力 无奈的师老也只能被迫答应 郭友荣眼看情况不妙 打算再次出手偷袭夜城 但被灵霄发现了端倪 这架势是想要干嘛呀 万一主角夜城失败了 那后面的剧情还怎么搞 夜城必须通过考验 不管发生什么 小爷都要出手阻止悲剧的发生 下一秒灵霄竟然一把搂住郭友荣 两个字 牛逼 此刻灵霄一脸生无可恋 这下完蛋了 郭友荣耳边说道 住手吧 师妹 大家都在看了 人家都在努力考试 他们却洒起了狗粮 真是杀人猪心哪 郭友荣也是小脸通红 下一秒便给灵霄来的一记过肩摔 即便是被摔在地上 我们的灵霄依旧还是那么温柔 不师妹 这种事情交给师兄来做就行了 这一刻郭友荣已经完全沦陷 难道师兄是怕自己的小动作被发现 为了守护人家的名声才这么做的吗 而就在这时靠着师老帮助的夜城一路高跟猛进 再一次打破了记录 可惜帅不过三秒 郭友荣看着这一幕 果然如同天道记忆里说的那样 夜城成功竞技还打破了大师兄的记录 看来对付夜城确实没那么容易 灵霄这边则是一脸开森 真不愧是主角 虽然过程有些狼狈 但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 只希望收徒大点一切顺利 别再出什么妖蛾子了 可就在此时 狼狈不堪的夜城竟对灵霄撂下狠话 灵霄 今日我受到的侮辱 他日必定万倍奉还 他是将主角狠狠踩在脚下的反派大师兄 就连之前一直讨厌他的二师妹 现在都主动前来投怀送抱 只因觉醒天道记忆的师妹 才发现大师兄是那么的可爱 此刻青蓝仙宗大殿内 郭友荣正在通过传音御牌 禀报此次灯仙梯考验的情况 此次灯仙梯考验共计356人 轰过者100 此外还有一百余人身受重伤 50余人在打斗过程中违规淘汰 掌门和众位长老有些不紧 为何今年会有这么多人受伤和违规呢 于是郭友荣便将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叶晨说了出来 并吐槽叶晨好斗自负 心术不正 虽然通过了考验 但却不愧做青蓝宗弟子 并提议将其淘汰 随后众长老便讨论起叶晨的去留 但宗主认为叶晨不仅是第一个通过考验 而且还是打破了通关记录 这种天交淘汰实在可惜 况且修仙之路本就少不了竞争 有竞争才能刺激进步 这个叶晨 就让他参加明天的收徒大典吧 是否有真才实料明天即可知晓 众长老深知此次宗门收徒大典 将是宗门的一次巨大转机 所以也是尤为重视 郭友荣此刻陷入了沉思 他知道转机自然指的就是叶晨 但叶晨带来的不是福而是福 另一边我们的灵霄正在练丹房 一脸装十三的训斥师妹们 让他们都提起精神练丹 学海无涯 单到无盈 无被自当上下求索 方可学亏天人 可令灵霄没想到的是 他因还原人设成功 触发暴击奖励 将他的炼丹技能品级提升到了无品 要知道即使是叶晨这个主角 刷完一个大地图后才达到无品单到 自己现在就日常装了个逼 就从入门达到了无品单净 要是再这样下去 他这个渣渣反派 好像揣掉叶晨自己当男主 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但灵霄现在只想走完剧情 飞升成仙 这男主谁爱当谁当 而灵霄接下来就要去偷走丹药 好为明天比武大会的 打脸剧情做准备 接下来就是等待二师妹 来揭发他偷毒药的剧情了 果然郭师妹他来了 师妹啊 你知道每当师兄见到 你都会想起一句谚语吗 那就是海奈百川 有容乃大 说完 灵霄便一脸期待二师妹 快来骂他 可没想到一直讨厌 他的二师妹今天进一百常态 大师兄 你真是这样觉得的吗 那小龙与其他两位师妹比不合了 灵霄麻了 这特喵的不对劲啊 绝对不能让剧情 再这样偏离下去 随后便对着二师妹一顿恐吓 并将自己今日来偷偷取丹药的事情 泄露给了他 至于是什么丹药具体干什么用 让他别管 但令灵霄没想到的是 郭友荣不仅知道 他要偷的丹药是什么 更是早就将丹药给他被好了 拿到弃绝丹的灵霄临走时 还不忘提示二师妹 自己要拿着没丹药 对付一个他讨厌的 就差直接将叶臣的名字告诉人家了 自己这么反常的举动 二师妹总该怀疑自己了吧 殊不知郭友荣内心无比激动 大师兄也太可爱了吧 以前人家怎么就没发现了 多亏了天道记忆 让我知道大师兄的真面目 放心吧大师兄 这没弃绝丹 人家已经为你动过手脚了 这次绝对不会失败的 一个是宗门中公认的 废才反派大师兄 另一个则是 新晋主角爽文里的气韵之子 可如今本应是 人人喊打的反派师兄 反而成为宗门中 最受欢迎的对象 反观堂堂天选之子爽文男主 却遭到了师尊和师妹们的无情打击 只因大家都觉醒了天道记忆 今日就连师尊萧红灵都剧透起了剧本 青蓝仙宗有五座主峰 分别名为凤鸣 神蓝 赤云 银荡 龙首 每一座主峰各有一名手座坐镇传道 而神蓝风的手座正是被东宇称为 第一美人的萧红灵 萧红灵性格豪放洒脱 嗜酒如命 而且还极度自恋 对宗门之士不闻不问 对外人霸道刚烈 但对坐下清传弟子却极为用心不短 就算我们的灵霄是个整日不学无数调戏妹子的废材 也不曾将她赶下山去 直到灵霄趁着师尊闭关修炼 色胆包天偷走了萧红灵的白色丝袜 第二天与叶辰干架之时 被叶辰的灵宠叼了出来 这也令萧红灵在拳宗丢尽了颜面 从此之后萧红灵在叶辰的一次次打脸灵霄的剧情中 彻底对灵霄失望 最后更是亲手斩去灵霄的灵根 使其沦为凡人 就连灵霄本人都不由补草起剧中的他真够变态 连养于自己长大的师尊的丝袜都想偷 但他今日好像就是来偷丝袜的吧 眼看四下无人的灵霄悄悄地推开了师尊的屋门 而映入眼帘的便是师尊的贴身衣物散落一地 师尊闭关前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呀 根据剧本的走向萧红灵是在收徒大典时 才发现丝袜是被灵霄偷走了 所以灵霄为了不被发现 于是捏手捏脚地开始行动 可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丝袜在哪 灵霄严重怀疑今天到底是不是偷丝袜的剧情 于是灵霄化身名侦探开始了推理 他分析师尊这个酒鬼闭关后就不能喝酒了 所以在闭关前一定喝了不少酒 出汗之后自然是要沐浴 剥掉外山之后最后自然是丝袜 所以真相只有一个 丝袜就是被丢在浴池这里 拿到丝袜的灵霄一脸开森 这样距离他非生成仙又进了一步 接下来就是等待收徒大典时 被叶晨打脸的美好瞬间了 可灵霄不知道的是他的所作所为 都被萧红霖看得是一清二楚 这也更加让他确定 天道记忆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 记忆里萧红霖废了灵霄之后 不仅将无相剑体传给了叶晨 更是对叶晨暗生情愫 可他没想到叶晨此人 不仅是令宗门覆灭的罪魁祸首 还是一个玩弄感情的渣男 他萧红霖不曾想自己 居然会对一个男人俯首称臣 还让出了无相剑体 自己真是可笑至极 叶晨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萧二 你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如今萧红霖觉醒了天道记忆 他发誓绝对不会再让记忆中的悲剧重播 当天命反派大师兄和堂堂爽文男主 碰面会发生什么 面对废柴反派的当众羞辱 我们的气韵之子竟然不敢出手 而是选择灰溜溜地逃走 虽说叶晨成功完成登仙T的试炼 并打破了记录 但他这种靠着卑鄙手段 通过考验之人自然成为大家唾弃的对象 而他依旧是那桩十三的表情 暗只能站在这里的人 没有一个不是把其他人推下去的 这时我们的大师兄突然出现 当众羞辱叶晨就是个 只会装清高的卑鄙小人 既然你这么厉害 为什么不去魔宗拜师呢 听到灵霄如此折辱自己叶晨一脸不爽 还说灵霄才是那个真正的卑鄙小人 这时师老提醒叶晨让他冷静 毕竟这里可是灵霄的地盘 灵霄文言恶狠狠地看着叶晨 巴巴可以乱吃 但话可不能乱说 指控本首席你有证据吗 而他俩发生的这一切 都被躲在不远处的郭友荣看得一清二楚 果然按照剧情 这两人在收徒大典前对上 为了将悲剧扼杀在摇篮里 郭友荣决定只要叶晨这次 有任何违规举动 他就会立刻出手 让他参加不了收徒大典 叶晨眼叹情况不妙于是话题转 说灵霄是被他破了纪律 所以才恼羞成怒一直在故意针对 可他不知道的是灵霄早有准备 他已经偷偷记录了 叶晨丢脸的全部过程 我宗建宗上千年来 还是第一次有人 以这样的姿态登梯 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 这留影时就送你拿着当传家宝 此刻的叶晨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身为天选之子当时的爵士添娇 今日竟被一个废柴当众羞辱 真是可恶至极啊 虽说波友荣很想出手 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就在这时萧红灵也出现 与徒弟一起暗中观察 两边又开始打起了嘴杖 叶晨更是直接放下好话 若是有胆就来单挑分个高下 而这一切不就是灵霄想要的吗 于是当即答应叶晨要与其一战 叶晨一脸不爽地看向他 区区一个废物既然主动找打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 波友荣顿感不妙 师兄这是自觉坟墓啊 若是挑衅在先还被打败 会被天下之人耻笑的 果然还是打断叶晨的腿吧 此刻的灵霄气焰更盛 催促叶晨赶快对他出手 叶晨这时挠不起来 为何灵霄这四感 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挑衅呢 一定是想逼自己先出手 到时候再以此为把柄 让自己失去入门资格 灵霄见他还未动手 看样子只能在家把劲了 人家就站在这不动 你都不敢出手 难不成你还等着 人家出手指点你呢 你这卑鄙小人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的奸计 灵霄则是一脸满不在乎的表情 于是继续加大嘲讽力度 而这也逼得叶晨拔剑 就要对灵霄出手 可最终叶晨还是选择了放下长剑 随后撂下狠话灰溜溜地离开了 这时郭友荣终于松了口气 若是刚刚那一件 攻向大师兄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萧红灵也被刚刚灵霄的表现所折服 之前怎么就没发现 灵霄这小子这般有胆识气魄了 若非根骨派查 必然是人中龙凤啊 这时系统提示灵霄已经成功完成激怒主角剧情 灵霄人麻了 原本剧情不是丢流饮食就结束了吗 没想到叶晨竟会突然发难 吓得自己差点被吓尿 不过好在最后羽地附身 不然这段就要搞砸了 曾经人人喊打的反派大师兄 如今却成为宗门最受欢迎的存在 反观宗门星星天选之子 竟沦为宗门师妹的头号公敌 只因我的师尊和师妹觉醒了天道记忆 一夜之间全部成为了病交 今日就连冷面四师妹都差点灭掉天选之子 为了能够逼叶晨出手 灵霄更是变本加厉 直接脚踩天选之子 真是将反派人设作到了极致啊 突然一道音波攻击向他袭来 灵霄见状赶忙后撤 原来是四师妹楚又威出手 并指责起灵霄气人太甚 毕竟叶晨早晚都要入宗 身为大师兄却如此欺辱同门 灵霄想到小说里的冷面四妹楚又威 对叶晨的专宠可是独一份的 这次他肯定能顺利走完剧情任务 随后便躲到不远处观察起来 就是没想到他们为何会这么快就遇上 难道是剧情快进了 叶晨这个渣男内心开心的一批 清兰仙宗果真是盛产美人的桃源之地 自己随便走走就能遇见这般角色美了 更是夸赞有楚师姐为自己奏乐 他的建议定能更上一层楼 看到这一幕灵霄就放心了 接下来他就只需要等叶晨开始修炼 到时候果断来个偷袭 将他美美的胖揍一顿 那么今天的任务就圆满八成了 可还没等灵霄做好准备出手 叶晨这边就突然口吐鲜血身受重伤 原来是楚又威的情声里藏了杀鸡 听久了就会伤及五脏六腑 这时四师妹冰冷地说道 没人敢打扰他练琴 本想试试叶晨的深浅 不料竟是个饭囊一架 虽然叶晨很是脑 但还是无奈道歉 反观之前救下他的四师妹却变了一副样子 也开始对叶晨嘲讽起来 一旁的灵霄人直接傻 男女主怎么突然就打起来了 在这样下去之后的故事还怎么演 想到这里灵霄决定为叶晨找回场子 还以为是谁在欺负楚师妹呢 原来是你这无胆鼠辈 之前不敢和人家比试过招 欺负其女人倒是得心应手了 看到灵霄出现叶晨直接暴怒 猜测刚才发生的一切肯定都是灵霄胁迫妹子对她下手 如此下座简直无耻至极 灵霄则表示那又怎样 明明是你打扰师妹恋情在先 人家可是纯粹地在成奸除恶 面对处处找他麻烦的灵霄 而且这次还有妹子在场 她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打算出手好好教训一下灵霄顺便找回场子 灵霄本以为终于能够得偿所愿被当众打脸 可下一秒他俩便被楚又威的音波全部干翻在地 灵霄直接麻了 剧情怎么又走歪了呢 这也让叶晨认定他俩就是一伙的直接撒腿就跑 虽然剧情跑偏了但好在任务成功完成 为了避免节外生之灵霄也紧随其后 看到大师兄走后 楚又威彻底绷不住 他不晓得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自己只是想为大师兄出出气 怎么反而把大师兄打伤了 都怪这个死叶晨非要凑得那么近 不然也不会误伤了大师兄 楚又威想到前几日觉醒的天道记忆里 叶晨会在他出现时重伤大师兄 如今大师兄被自己重伤 而且叶晨也没讨到什么好处 这样看来结局似乎已经天理了 只要不顺着天道发展那就算成功 但为了以防万一 接下来依旧不能掉以轻心 表面上风度翩翩的天选之子 背地里竟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而我们的反派大师兄 面对师妹的主动投怀送抱 竟然果断拒绝将师妹拒之门外 在灵霄的记忆里 男主叶晨为了自己的灵宠 竟直接灭掉了抓他的老龙 更是虚伪的解释 自己这一生放荡不羁 百无禁忌 但最痛恨别人伤害他的朋友亲人 还扬言自己一生行事 恩怨分明从不滥杀无辜 真是虚伪至极啊 简直就是一个双镖狗 只许自己的灵宠祸害别人的了事 却不许人家奋起反抗 什么狗屁男主 灵霄一想到师尊和师妹 居然要给这种人做后宫就十分劳 但想了想这些事情 好像还轮不到他一个小反派担心 毕竟这里只是小说世界 等领完结局和饭飞升成仙才是关键 明天就是收徒大点 接下来灵霄只需要等着 明天主动被夜晨打脸就好了 刚想入睡的灵霄决定 还是先偷窥一下师妹们 毕竟都是为了还原反派人设嘛 可就在这深更半夜之时 三师妹突然来敲灵霄的屋门 在原著中三师妹身怀情心见破 性格温婉善良 单纯的就像一张白纸 即使最后灵霄身败名列 被主角夜晨囚禁在后山境地 其他两位师妹恨不得杀他后快 唯独三师妹依旧为灵霄求情 一想到自己被夜晨打脸后 他便不再是三师妹心中 那个光辉万丈的大师兄了 但为了能将反派人设进行到底 灵霄还是选择调戏起师妹 更是直接想给楚优威检查身体 这下流的嘴脸 灵霄自己看了都恨不得给上一拳 本以为会被楚优威暴走 可下一秒楚优威竟然主动投怀送棒 灵霄一脸猛逼 师妹们怎么都成了病交 一个两个的都不按剧本来 人家还怎么演下去 但一想到自己可是整日调戏妹子的猥琐大师兄 送上门的福利躲什么躲呀 虽然师妹的人设崩了 但自己的反派人设可不能崩了 灵霄当想下手却被三师妹不小心打理 灵霄麻了 果然 男主期不可期 反派一出手就会遭天请 楚优威看着怀中受伤的大师兄一脸自责 而楚优威今夜前来找灵霄 是因为昨日练琴不小心将琴弦弄断了 想明天下山找一位练器师傅修理一番 但他自己对城里不太熟悉 所以想请灵霄明日一道前往 灵霄想了想 书里好像没修情这段剧情了 为了防止剧情跑天 于是借口明日要参加收徒大典 拒绝了楚优威的请求 但楚优威还是不愿放弃 居然撒起了娇 兄弟们这谁顶得住啊 但最终灵霄还是拒绝了楚优威的苦苦哀求 他明天还得赶着给主角叶晨打脸呢 就算顶不住也得顶 令灵霄没想到的是三师妹的人设竟然也发生了改变 这一段修情的剧情援助可从未提及 这是怀真小老弟来找灵霄 原来是师尊萧红林出关了 有极为要紧的是叫灵霄立刻去添你啊 灵霄麻了 都什么鬼啊 怎么都是原文没有的剧情啊 这下全都乱套了 不管了 得去了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躲在不远处的楚优威内心早已爱上了大师兄 原以为这把情材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直到某一天觉醒天道记忆的那一刻 真正对自己好的只有大师兄 楚优威今夜本想带着灵霄远走高飞 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既然逃跑不成 那就必须先下手为强 绝对不能让大师兄明日被夜城搞得身败名裂 保护大师兄的任务就交给我 200岁的冷艳师尊静也有如此娇羞的一面 一心只想被男主打脸的反派大师兄 最近却总被师妹们盯上主动投怀送抱 今夜就连冷艳师尊都向他撒起了娇 当灵霄来到神乱之殿的天女牙 却发现师尊房间异常安静 总感觉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三更半夜召见他难道是上次装女生混进去洗澡的事情被发现了 一想到这里灵霄直接冷汗直流 这时喝醉的萧红灵换灵霄赶紧进来 灵霄感觉师尊的心情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看来自己偷丝袜和混进去洗澡的事情 应该没有败露 当灵霄刚一推开屋门 萧红灵便小手一勾 师尊可是有一阵子没看到你了 快过来让师尊好好瞧瞧 随后灵霄便被直接拽进了屋中 这特喵的难道是酒鬼发酒疯了 面对如此波涛汹涌的师尊这谁顶得住啊 要不是明天人家将被叶晨打理 今晚我们的仕途情意就要破裂了 这时萧红灵突然发现灵霄净突破到了助击 不仅如此就连根谷以及灵根也发生了蜕变 灵霄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这位修真界第一仙子啊 只是尴尬的解释无意间得了些先缘 毕竟是我萧红灵的徒儿 受天到气韵的眷顾 果然喝醉后的师尊智商有些不在线 灵霄没想到这么轻而易举就糊弄了过去 随后萧红灵询问起 灵霄是否已经见过那个气韵之子叶晨啊 灵霄有些疑惑 为什么师尊会提前知道叶晨此人啊 萧红灵怕灵霄有所察觉 于是借着醉意又摆出一副憨憨的模样 下一秒萧红灵竟突然起身 想要和灵霄做点好玩的事情 随后一把抓住灵霄的双手 就要将他推倒 灵霄也有些不知所措 难道今天自己终于要变成真男人了吗 可紧接着灵霄身体便莫名其妙地不断下沉 等灵霄再次睁眼 竟发现自己出现在料无人烟的悬崖上方 这里难道是师尊的一空间吗 紧接着便是叨叨闪电向灵霄起来 突然 速速以为是机箭 灵霄麻了 机箭 你特喵的原因巅峰 半步化神 青蓝线中见到第一人 你叫人家和你积个锤子的剑了 灵霄当即拒绝 表示自己不配与师尊机箭 只见苍穹中出现了一柄散发着恐怖无边剑压的长剑 灵霄没想到师尊的本命灵剑竟恐怖到了如此地步 纯靠一身精纯浩瀚的剑意 驱使得剑绝神通 最简单直接也最霸道灵力 难道这封女人是想用着剑意洪流 将自己活生生喂养给她的剑灵吗 身为剧本里的大反派灵霄 她这一世 若是不能死于夜沉之手 那能收她性命的也只有自己 只见灵霄一生剑来 竟以先天之境 召唤出自己的本命灵剑于孟泽 这也是肖红灵第一次看见灵霄如此认真的遇见 虽然见其规模尚可 剑意薄弱了一些 不过还算是前途可欺 既然如此 为时今日便来度你一程 她是自带光环的反派大师兄 但今夜却被冷艳的伯良师尊一剑贯穿胸膛 为何师尊会这样 只因冷艳师尊肖红灵也觉醒了天道记忆 你们以为我们的反派大师兄这就凉凉了 并没有 这么做的目的其实都在为了给灵霄逆天改命 果然拥有光环的反派 即便是天选之子也得靠边站 面对肖红灵的步步紧逼 灵霄是一脸无语 特喵的这封女人是真想灭掉自己啊 一个个人射都绷到姥姥家去了 人家在这里辛辛苦苦跑剧情容易貌 既然如此 这反派老子不当也罢 可惜帅不过三秒 灵霄当撂下狠话便被惊雷劈中 本以为自己生死到肖提前领了和饭 和下一秒一股由雷电凝聚的 时空屏障包裹住了灵霄 灵霄一脸震惊 这难道是见其领域 萧红灵也在此时再次出现 徒儿 看好这一招 此招名为剑一贯底 指使剑先 就当灵霄用心感悟之时 萧红灵突然出现在灵霄面前 更是寒情默默地看着我们的灵霄 徒儿 忍住 可能会有些疼的 灵霄一脸害羞 世尊这是什么情况啊 人家还是个小孩子呢 灵霄本以为接下来可以好好享受 可突然一阵刺痛起来 只见萧红灵近一见贯穿了他的胸膛 灵霄麻了 这特妙又是什么情况 板派难道要提前领便当了 只听见萧红灵冷冷地说道 什么天命之子 轮回宿命 通通滚一边去吧 我萧红灵的弟子 当横压一事 独步行空 不弱于人 灵霄也渐渐地闭上了双眼 与此同时在山下修炼的叶晨 却被石老告知 大事不妙 本该属于叶晨的机缘 如今却不知为何消失了大半 石老猜测机缘绝不会凭空消失 定是被他人半路截胡 叶晨文言直接暴怒 他堂堂气韵之子 从来都是他夺人机缘 今日竟敢有人坏他气韵 他绝不允许青蓝先宗 有这般逆天的存在 等他找到此人定要亲手灭之 石老这事叮嘱叶晨 这青蓝山如今再去不得 从他昨日踏入这里开始 天机就在慢慢发生改变 本是先缘之地 现在看来怕是龙唐虎穴 叶晨还是那一脸装十三的表情 石老 你是知道我的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诛之 昨日之辱 本世子必识被讨还 明月一早杀上青蓝先宗 一血前耻 可叶晨不知道的是 三名病交师妹早就盯上了他 而他们此次前来 就是要亲手灭掉叶晨 让这一世的悲剧不再重演 天选之子为何会成为 师尊和师妹们的死敌呢 只因前世 他不仅欺骗师妹们的感情 更是将魔门引来攻打青蓝先宗 道貌岸然的 他眼睁睁地看着宗门被屠戮殆尽 也就是在这最后一刻 几人才真正意识到 大师兄之前为何处处针对叶晨 上一世的记忆中 魔门为缉拿叶晨进攻青蓝先宗 青蓝先宗为守护宗门 与魔门大战三天三夜 最终长教和众多长老弟子 全部牺牲 现在就只剩下萧红灵 和他的这三名弟子了 看着覆灭的宗门 陆阴阴无助地询问 为何叶晨还不来救他们 几位师妹们坚信 叶晨一定会回来解救大家的 只有萧红灵早已看穿了这一切 叶晨去了中州南域游历 现在估计正与南兆国的 圣女谈情说爱吗 二师妹还是不愿相信 明明魔门天灾是他引来的 他却抛弃了大家 萧红灵这事霸气地说道 即便青蓝先宗只剩下我们四人 我们也要死战到底 牛头怪则表示自己要一挑四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牛头怪身后传来一声怒客 助手 而来人正是叶晨和凤明峰的助师姐 只见两人双剑合必开起布山大阵 将魔门之人全部抹杀 叶晨缓缓走向陆阴阴面前 师姐人家来晚 幸亏你们没事 看着失衡便宜的屯门 陆阴阴再也忍不住 他质问起叶晨 事到如今你就只有这句话吗 我有荣和楚又为 也投来鄙视的目光死死盯着叶晨 你得到青蓝剑法 还和凤明峰的助婉 修炼成了双剑合并之法 关键时刻出现启动护山大阵 击退魔门 为什么时机这么微妙呢 叶晨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与你产生羁绊的朋友 亲人都没一个友好下场 反而最终获得莫大好处 名动天下的却永远是你 可叶晨还依旧在极力地搅辫着 而萧红灵早已看穿了 他虚伪的嘴里 拔剑就要斩灭这气势灭祖之族 可拥有天道庇护的天选之子 岂会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萧红灵也不幸被天道降下的惊雷 劈成重伤 而叶晨这时终于暴露出 他本来的面目 师尊 我叶晨乃天道庇佑的天选之子 就凭你也配与我为敌 如今我的妹妹叶轩儿 已经率领八十万北川惊奇 来到青岚山下 只等我一声令下 便可将魔门一网打尽 现在回到我的身边 我们一起为青岚报仇雪恨吧 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 在萧红灵和师妹的耳边响起 随后几人的脑海中 竟浮现出凌霄和叶晨之前的种种过往 几人看着这出现的画面 难道大师兄与叶晨作对 是因为早就识破他的真面目了吗 是我们害死了大师兄 原来我们一直误会大师兄吗 最终这些记忆融合在了一起 把你们的记忆交给我 由我带给过去的你们 能不能扭转命运就看这一次 这一连串的记忆穿越时空回到了过去 纷纷涌入了四人的脑海中 这也是为何四人一直将叶晨视为死敌 他们发誓这一事 绝对不会再让悲剧发生 杀叶晨 保护大师兄 他是爽文里的天选之子 今夜却被三名妹子一起偷袭围剿 可拥有天道庇佑的天选之子 又岂会是这么好斩灭的呢 为何师妹们会集体出动讨伐叶晨 只因为表看似风度翩翩的叶晨 其实内心却是个当貌黯然的伪君子 不仅宗门因他负面 就连一心为师妹们的大师兄都因为他惨死 此刻的叶晨正在房间内呼呼大睡 陆盈盈看时机已到吩咐自己的灵虫小喵出手 小喵去吧 用你的力找把叶晨那个人渣撕成真正的人渣 可刚飞出去没多久 小喵身后就出现两道攻击 好在陆盈盈及时提醒这才令小喵躲过一劫 可两道攻击碰撞产生的声响也使叶晨有所察觉 本以为是雷声却被师老告知有嫡系 叶晨闻眼猛的惊醒 一把拿起床上的长剑 随后跳上屋顶 可却并未发现一人 叶晨询问起师老是不是老糊涂听错了 师老坚信自己绝不可能听错 他分明感应到有三股极强的敌意锁定了客栈 这青蓝山果然古怪的很啊 师老 你是不是不想让人家上青蓝山 特意编出来唬人家的吧 你看老夫像是那种人吗 随后又是几道惊雷劈下 这也让叶晨确信刚才的就是雷声 为了明天能更好的参加青蓝宗的收徒大典 叶晨又返回了房间睡觉 还不忘特意叮嘱师老安静点 别没事大惊小怪的 其实刚才的两道攻击 分别是来自二师妹郭友荣和三师妹楚六威 为什么自己的权力一见 剑是居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为何人家的情音没有攻击到叶晨呢 明明已经瞄准了呀 二人决定再试一次 刚回到房间的叶晨正打算躺下 却又被师老提醒小心身后 可等叶晨回头却什么都没有 有的也只是叨叨惊雷 叶晨一脸不爽 这老家伙又来这一趟 师老 你可听说过 忙来了的故事 师老解释自己刚刚明明看见了 若老夫说谎 天打五雷轰 话音刚落 便是五道惊雷回应 食老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你现在都是一缕幽魂了 再被天雷劈了 怕是要魂飞魄散 行了 睡觉吧 师妹们麻了 那叶晨果然如记忆里说的有天道庇护 什么天道庇护啊 还不是你们三个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三人决定等叶晨明日入宗 在收徒大典上再次出手 定要让叶晨有来无回 为何曾经在宗门最受欢迎的反派大师兄 如今却沦为了阶下囚 就连师妹都无情地送上匕首 让其自觉于此 被同门羞辱 被师尊师妹们嫌弃 这次他终于累了选择结束这一切 而这一切都要从天选之子 叶晨拜师青蓝宗说起 在灵霄与上山拜师的叶晨发生冲突后 叶晨竟从灵霄身上搜到他偷拿的师尊丝袜 而这也令灵霄受尽宗门的羞辱 怀恨在心的灵霄在师尊睡着后 偷偷拿走了师尊的禁忌法宝绝天黑莲 在第二天的五脉会五时 打算用绝天黑莲被刺叶晨 最终灵霄被萧红灵关押到了思过牙 楚又微不理解 为什么之前和蔼可亲的大师兄 要偷师尊的禁忌法宝去残害叶晨师弟呢 幸亏叶晨师弟身怀绝技逃过一劫 不然等待师兄的处罚 就不会是在思过牙思过这么简单了 灵霄不知道怎么告诉他自己 为何要这样做 如今萧红灵对灵霄彻底失望了 并要给叶晨灌顶建议 弥补灵霄对叶晨的冒犯 灵霄文言一把搂住楚又微 不许你们和叶晨在一起 刚要解释的他却被波友荣一脚踹飞 调戏完师尊还不够 现在又要飞离楚师妹 身为神兰风的首席 竟屡次做出如此下作之事 神兰风的名声都被你败坏了 随后波友荣竟丢给灵霄一柄敌手 你要是对神兰风还有一点感情 就自觉于此 别再玷污神兰风的名声了 冰冷气飞的山洞内 如今却只有灵霄和一柄匕首 这一切是多么的可笑啊 一心为宗门的师兄 静落得如此下场 灵霄这一世真的累了 最终选择自我了断结束了这一切 突然灵霄猛的一惊醒 他感觉刚刚做了个好长的梦 但这梦却又很真实 仿佛就是自己的记忆 此时的萧红灵一脸醉意地看着灵霄 明明是师尊为你灌点建议 你倒是累得不轻睡着了 快点赔维师喝一杯 庆祝你获得了为师父 与你的无相剑体 灵霄一脸猛逼自己竟获得了无相剑体 根据原著设定 青蓝宗凡是那门弟子 剑道考核达标后便能去弟弟剑主 以自身剑意注入荣如之中 锻造自己的本命灵剑 而且每一柄灵剑 随着直剑人自身剑道境界的提升 有几率孵化出强大的剑灵 比如二师妹郭友荣的寒冰剑灵 三师妹楚又威的情星剑灵 和师尊萧红灵的本命灵剑青蓝剑 原助理男主叶晨 就是获得了萧红灵的剑意 觉醒了无相剑体 这才能杀回皇都手刃仇人 灵霄是一脸无语 特喵的如今自己获得了 本该属于叶晨的无相剑体 这么大的机缘竟被自己提前截胡 这还王个鸟啊 万一明日在收徒大典上掌控不好力度 一不小心把主角一剑戳死 自己还怎么飞升成仙啊 萧红灵看他心不在焉 为何为师给你酒你却不喝呢 看到如此娇羞的师尊 灵霄竟不知如何是好 面对步步紧逼的师尊 灵霄连忙从萧红灵的腿上起来 并为刚才的冒事道歉 随后萧红灵竟走到灵霄面前 在他耳边轻轻地问道 你家师尊生得好看吗 害羞的灵霄是一脸问号 难道师尊被人夺赦了 怎么突然会问这么少女心满满的问题啊 灵霄见状连忙夸赞起萧红灵 可萧红灵似乎有些不买账的样子 其实今夜叫灵霄前来 除了帮他提升渐进之外 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身为神乱风首席的他 若是有人敢挑衅 让他务必出手斩杀此人 不要问为什么 只管赵做就好 出了什么事师尊替你胆诚 灵霄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师尊到底是怎么了 一个是拥有光环的反派大师兄 另一个则是天选之子爽闻男主 近日两人终于在收徒大典正面队上 本以为马上就要杀青回家 除了主角竟被师妹一个大壁东山飞 收徒大典当日 我们的主角叶晨一脸装十三的闪亮灯场 师老问他有没有什么新意的师父 可在叶晨眼里这些都不重要 他此番前来只是为了机缘 若真如师老所说 有人截胡了他的机缘 他必将此人震杀之 但其实叶晨妹心想的却是要进入神乱风 将里面的妹子全部收入自己的后宫 更是扬言要做全天下妹子的老公 不像那个空有皮囊的大师兄 与自己相比不过是个废物而已 就在这时我们的大师兄遇见而来 也只有如此出场的方式 才能配得上我们这个爵士风华的先门公子 先者 当如是也 看到风头被林霄抢去 叶晨是一脸不爽 什么狗屁爵士公子 就是个须有其表的小白脸罢了 话音未落 林霄便来到主角叶晨面前 叶晨见状看来被认出来 打算先下手为强 但却被师老制止 毕竟此人是青蓝中首席弟子 现在还不能得罪 而且众目回回之下 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 林霄这边确认过眼神后 直接开喷 你特喵的不长眼的臭小子 昨晚老子不是警告过你了吗 还打开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我林霄是什么人 不用我自己说了吧 跟老子对着干 你有这个实力吗 身为天选之子 今日竟被一个废物如此羞辱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角啊 林霄见第一波嘲讽成功 马上开始了第二波 忍无可忍的叶晨拔剑就要开干 这时周围有人认出了叶晨 如此年轻便达到宗师境界 难怪此人这般不卑不亢啊 林霄眼看剧情发展顺利 一脸开森 接下来便是等待那个女人的出现 帮助叶晨完成第一波打理 突然一声怒吓打断了两人 而来人正是林霄等候多时的二师妹郭友龙 看着叶晨这猥琐的表情 林霄两眼冒光看来剧情都回来了 这时叶晨收起长剑 虚伪地走到二师妹面前 在下叶晨见过师姐 可回应她的却是师妹的一个大壁东 这番反向操作众人士完全被吓了一跳 只见二师妹一脸嫌弃地看着被打成猪头的叶晨 你什么身份也配合大师兄这么说话 可当他看向林霄却又换了一副呆浓的模样 抱歉大师兄让你受惊了 这等反俗莽夫竟敢对你无礼 实在该打 林霄麻了 完了 剧情又崩了 我们的反派大师兄有多牛批 就连天选之子的老乡好都主动对他投怀送抱 更是祭出自己的本命零件为他这个反派找回场子 就在主角叶晨被二师妹一个大壁东山飞后 恼羞成怒的他竟将这一切都甩锅到石老头上 这特喵的就是你口中所说的机缘之地 今日你最好给老子个解释 不然就摘了你这个破戒指 石老解释是这青蓝宗出现了能影响天道运势之人 趁现在没被发现还是赶紧闪人吧 兄弟别怂 别听个老王八念经 我可是来给你送经验的呀 你要是不知冷起来 我这个反派要失望了呀 忍无可忍的叶晨不再隐忍 他告诉石老 天不倦我 我便逆天 我不仅要斩了那个夺我机缘的小贼 更是要征服石蓝宗上所有的女人 灵霄见状一眼开森 好兄弟 人家果然没看错你 快点来打人家吧 二师妹眼看情况不妙打算出手 却被灵霄反手拦下 师妹难道你不相信大师兄吗 郭友荣看着大师兄的背影 按照天道记忆 等会儿那个夜晨的妖兽 就会揭穿大师兄偷骂师尊的丝袜 被大家误会成变态 为了维护大师兄的尊严 郭友荣连忙拉住灵霄 还是由人家出手教训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这是天空上方再次传来一声怒吓 来人正是青蓝宗唯一的寡妇 在原著里 苏妹可是主角夜晨前妻后宫之中 最大的靠山 关键时刻还是外援靠谱 当苏妹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就连我这反派都差点要把持不了 这火辣妖娃的身材 简直是太哇塞了 随后灵霄猛地吸了一口气 就连空气都特喵的是香香的 但眼下几位师妹失尊人设崩坏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这位苏寡妇上了 看来是时候用上我反派搭讪三件套 第一套观望 第二套笔心 第三套开撩 苏师伯 好久不见 您欲发的光彩照人了 我手中这朵美丽的花朵 献给您最合适不过 说完灵霄便一脸渐渐地等着被打理 谁知苏师伯却不按套路出牌 一个剑步直接突进灵霄的怀中 差点压得灵霄喘不过起来 苏妹一脸娇羞的小脸 看得灵霄是一脸猛逼 当她看向我们的男主时 灵霄还以为这次稳了 谁知下一秒 苏妹竟直接寄出自己的本命零件 要为灵霄这个反派掌回场子 灵霄直接骂了 为什么你们都喜欢不按套路出牌啊 身材火辣的苏寡妇竟也对反派师兄方心暗许 更是差点令天选之子当场吓尿 当得知灵霄看主角不爽 于是直接寄出本命零件打算打了天选之子 一个小子好大的胆 竟敢挑衅我青蓝冬的首席弟子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灵霄麻烦 特喵的怎么连苏世伯都不按剧情走了呀 该不会真要打了男主吧 看到苏世伯这杀气腾腾的眼神 我们的主角叶晨差点当场吓尿 自知在这个女人面前没有一丝还手之力 本打算求助施老救命 谁知这老头竟在关键时刻选择装死 灵霄这边也是慌的一批 怎么办 要是他上前求情的话 岂不是自己的反派人设也崩了 但什么都不做的话 男主没了 他可怎么演下去啊 这时一道声音响起 打破了僵局 只见一名胖子骑着一头飞蛛 正在向这边赶来 灵霄见到来人一脸兴奋 连一老道 人家终于等到你了 原著中此人看似是个与世无争的老好人 实则城府颇深 是多年隐藏的魔宗间谍 差点干翻整个青蓝宗 如今剧情天理鬼道 好在这个胖子如期出现 胖子道人见证连忙为叶晨开脱 当起了何事了 苏世博也看在他的面子上 放了叶晨一马 随后便当着众人的面 关心起 灵霄可有大爱 人家只是一个小反派而已 和你也没有这么多戏吧 更是一个剑步走到灵霄面前 聊起了他这个反派 灵师指 世博关你天资奇异 极其适合我奉名一脉 不如考虑下离开神乱风 投入世博的怀抱 人家定会好好教导你的 此刻的灵霄是一脸问号 原文好像没有这一段吧 难道自己看的是盗版张杰 在和灵霄近距离接触后 他这才发现这小子 生的是这般俊美 作用如此美男徒儿 难怪萧红灵对叶晨一致无感 既然知晓未来英语 可不能再便宜了他 而这大胖子对叶晨 也是十分看好 前期的大胖子 竟和男主搞在了一起 一个个都特喵的不按剧本来 都来这里搞人家心态事吧 很快收徒大典正式开始 灵霄突然发现 本该一起见证 他身败名列的三位师妹 全都不在 但冷静下来 好歹叶晨留下来 参加了收徒大典 后面的剧情稳住就行了 于是他赶忙叫来小弟怀真 看着这个一直对他 这个反派不离不弃的小师弟 不由得有些惋惜 毕竟跟着反派 会没有什么好下场 怀真 看到人群最后那名黑衣少年没 他是师兄的远方表弟 接下来就要测验资质了 哥哥我准备帮他一把 月静倾起情分 这是我为表弟 重金买来的酒链金丹 吃了以后能临时提升体质 其实这是杀人夺宝的必备良药 七绝丹 劳烦师弟送去给我表弟 就说是长老的意思 人人有份 怀真一脸不解 为何大师兄不亲自送去呢 我这不是怕表弟知道 太过感动影响发挥吗 随便的几句话 就把这傻孩子感动得不行 屁颠屁颠地跑去送药 很快怀真便来到叶晨面前 按照师兄的说辞 将丹药交到了叶晨的手中 叶晨看着这没丹药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但还是愉快地选择收下 按照小说剧情 身为六品丹师的男主 轻易地便察觉到丹药不对劲 然后机智地反将义军 直接拿着毒丹兑现紫云长叫 随即我那极恶如仇的二师妹 就跳了出来 只认这一切都是我干的 看着主角拿起毒丹 站起来去对线 凌霄是一脸激动 可下一秒他人直接傻 这特喵的傻子 男主居然把毒丹一口吞了 天选之子竟差点交代在自己手上 明明知道是毒丹 居然还特喵的一口吞下 原来在淮珍交给他丹药时 他便发现了这丹药有些不对劲 这点雕虫小记 岂能骗得过本世子 这特喵的一脸欠揍的表情 差点就要把我师幕后 黑手四个大字挂在脸上 就这城府还想加害本世子 施老提一阵好青蓝山的主事人都在 拿着这枚丹药揭发那小子的阴谋 可叶成此人极为自负打算将计救计 还在处于猛逼的施老钢药阻止 谁知这脑残男主尽将毒丹一口吞了 没错 本世子今日便要以苦肉计 让这仙棍付出代价 等着把灵霄看老子不玩死你 谁知下一秒一阵臭气变熏的周围人苦不堪言 谁特喵的当街放屁 此时的单独也正在慢慢发作 叶成剑毒药起效 打算用紫霞丹到压制单独再向首座告状 谁知二师妹改良版的毒丹 特喵的根本压制不住啊 紧接着扑的一声七窍流血当场射死 石老见状赶忙开口 早说这丹药有问题了 我都让你先等一下了 就是不听 气急败坏的叶成将这一切都甩过给石老 这傻逼戒指不要也罢 二师妹正在不远处幸灾乐祸看着叶成悲惨的模样 大师兄咱们成功了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被这家伙害了 差点被自己玩死的叶成也在此刻意识到 要是再不解读自己今天怕是真的会交代戴着 于是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朝着戒指爬去 重新戴上戒指的他连忙跪求石老帮帮自己 刚才都是他太冲动了 石老念他悔过也不再和他不多计较 传授了他一套冰心话毒绝消解了七绝丹的毒 不得不说叶成不愧是气韵之子 即便如此对待石老 石老还依旧对他不离不弃 石老见气氛烘托到位 于是劝叶成赶紧离开青蓝宗这个是非之地 不然下场会更惨 可谁知好心当作驴肝肺 叶成不但不领情还要和林霄继续硬刚 他发誓不报此仇是不为人 而他这小眼神看得林霄不由头皮发麻 虽然不理解他为何用这种眼神看人家 但他看起来好难受 他没事吧 好在没挂掉不然接下来的剧情没法走 不愧是拥有主角光环的男人 就是命运 林霄没想到女主角人射出问题也就算了 现在就连七绝丹这种特殊道具也能出幺蛾子 看来是使后来点猛药了 于是林霄拿出从师尊那里偷来的丝袜 打算给自己来个射死现场 直接把他这个反派送走 很快便轮到叶成上台测验体制 只见解完毒的叶成荣光焕发 那嚣张的表情恨不得一个打八个 排下众人都投来仰望的目光 就连长老都觉得叶成慈子天赋异比 是个好苗子 而测验体制最好的方法就是决斗 当得知自己对手是个练乞七的废柴 叶成一脸不屑 就这对手他一招就能解决 这时胖子道长问他想要如何测试 只见叶成一脸嚣张地指着林霄 我要挑战神鸾峰首席大弟子林霄 十招之内既决胜负也决生死 若是不能将他碾压我磕头认输 多柔善良的三师妹竟要为我这个反派师兄找回场子 但女人特喵的只会影响我走剧情的速度 原来主角在收徒大典上 指明要挑战林霄这个神鸾峰首席大弟子 更是扬言十招之内不打的林霄哭爹喊娘 他就当场下跪 林霄文言随即摆出一副反派嘴脸鄙视 他就是个丧家之举 其实内心早已乐开了花 终于可以上场被打脸回归正常了 可就在裁判宣布对战开始的时候 一声大喝打断了对战 等等 你不配跟我大师兄打 我来做你的对手 此刻的林霄想死的心都有了 二师妹刚教训完 现在三师妹又来搞事情 而观战台上的长老们一眼就看出来 三师妹这是要为我找回场子 胖子道长见证感觉大事不妙 这叶晨怎么莫名其妙跟两位神轮丰弟子结了仇怨 就在他打算出手干预时 却被旁边的苏寡妇出言阻止 而擂台上林霄为了这场战斗不知等多久 他连忙劝解三师妹退下 这是属于男人之间的决斗 可当他握住三师妹的手掌十一脸差 师妹的手怎么这么烫 当看到师妹手掌上密密麻麻的伤口 林霄这才反应过来 师妹竟强行修炼了天鹰情剑决第七卷 世心魔情 要知道第七卷的世心魔情已半生魔道 先魔交融之下 虽有着毁天灭地的精神魔能 但对自身也有着极大的伤害 援助中叶陈被大周女帝包围在地窟里 三师妹都没使出这招 林霄一脸诧意询问三师妹为何要修炼这魔宫时 三师妹的回答有些让我无地自容 只因变得足够强大才能保护大师兄你 你清醒一点好吗 人家只是个反派要保护也是保护我们的男主 在三师妹觉醒天道记忆的那刻起 他就在心里暗自发誓 为了大师兄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他这次绝对不会让大师兄一个人默默背负所有骂 也只有你试图反抗叶陈这个灾心 在我心里 大师兄 我知道你才是真正的雇佣者 师妹啊反剧情的雇佣者是你啊 师兄求你别在这里发颠了 就在灵霄再次劝解师妹时 一股致强健一席卷全场 而来人正是灵霄的师尊 神乱风首作 东玉第一美人萧红林 又危害不快退下 我神乱风的大弟子岂会怕这凡夫俗子 师尊放心 此人胆胆一生死战挑衅于我 徒儿必弹指灭杀之以报师恩 不料这事系统突然跳了出来 因还原反派人士获得修为提升40% 特喵的狗系统 是生怕人家打不死叶陈吗 就连师尊也不忘叮嘱他 记住昨晚对他说的话 找机会杀了叶陈 要是打了叶陈 为师今晚还给你准备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奖励 很快天选之子和天命反派的生死对战正式开始 四位长老对此战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唯独师尊对灵霄信心满满 我萧红林的图案 自当横贯无敌积压全场 而擂台上的叶陈正不断地出言挺心 更是猥琐地表示等嘎了灵霄之后 他就会想方设法加入神乱风 代替他好好照顾师尊和师妹 这无耻的嘴脸整的灵霄都不知道到底谁才是反派 嘲讽技能谁不会 你特喵的也配挑衅我神乱风 今天看小爷我不把你的坤坤噶了让你死无全尸 说完灵霄便直接拔剑朝叶陈刺去 萧红林一脸黑线 好你个臭小子 为师昨晚辛苦为你灌顶建议你去划水 观战的长老也觉得灵霄这么做简直就是在做死 叶陈见状更是信心满满 花里胡哨不堪一击 看本世子一见了结了你 到时候看你有什么脸面自称神乱风大弟子 其实只有灵霄心里明白 他这一见看似华丽 但实际上只用了一成不道的剑意 身为主角的叶陈不可能接不住这一见 可就在这时系统又突然蹦了出来 再次给灵霄发来奖励 触发剑诀神通 神剑玉雷真诀 特喵的爷才不要这个奖励 主角你不要不来啊 天选之子镜向反派当众下跪道歉 原来刚刚灵霄打算装装样子一剑刺向男主 不料却意外出发系统任务 直接在旗舰上叠加了神剑玉雷绝 此刻的灵霄慌得要死 怕这一剑直接将主角带走 大家也被灵霄这惊天一剑震惊不已 然而知道剧情的苏寡妇却觉得此事不同寻常 明明是废材的灵霄一夜之间见到天资竟如此绝俗 除非有人试图改变这一切因果 强行给他灌顶功力 当他看向萧红灵他仿佛明白了什么 师尊这边则是一副小鸟依人的母娘 宝贝徒儿这便是你用无相剑体自创的第一个剑决了 当烟雾散去后我们的天选之子依旧屹立不动 幸亏老子在关键时刻收住了力 不然男主就特喵的当场隔屁 不愧是男主关键时刻总能化险为一 就在灵霄准备承受夜沉的怒火时 下一秒啪的一声 天选之子竟当众跪下向我们的反派师兄道歉 他愿遵守诺言向桂派道歉 为求台上诸位手作救救自己 本来热闹的比赛场瞬间压去无声 也好不容易将剑法威能降到三成 以这个软弹居然投降 这时台上的长老出手 只见他随手一挥消除了男主身上的恐惧 既然夜沉认输那便点到为止吧 此刻的夜沉内心害怕到了极点 当他看到灵霄那一剑之威 他深知自己无法接下第二剑 灵霄这边是一脸无语 难道称霸九天十戒的夜神王就这个屌呢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灵霄身旁的九幽子岩调 原著中夜沉在碾压灵霄之后 就是这畜生突然出现 雕出灵霄藏在怀中的丝袜 他的出现这说明剧情还有救 我摊牌了 我就是偷师尊丝袜的那个变态 谁不刺一声 夜沉的小雕竟被人一剑打伤差点领了盒饭 灵霄转头骂骂咧咧看去 我到底要看看是谁敢坏老子的好事 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出手之人 正是自己的师尊 胜负一分 居然还想支持妖狩脱袭我的徒儿 真是卑鄙无耻 给老子滚出来 几个女主毫无职业道德 不看剧本就算了 现在连男主都是这个傻样 这剧情 你让我一个反派怎么圆啊 这反派老子不当也罢 这时系统突然发来提示 检测到宿主心境跌落 任务随时可能失败 这也让灵霄陷入了迷茫 师尊和师妹们也投来疑惑的目光 大师兄不是赢了吗 这是怎么了 现在秀为提升 师尊和师妹们对自己也很好 或许不用再伪装和他们好好相处 留在这个世界也挺好 但想到围绕在病床前的父母和妹妹 灵霄那叫一个心痛 我还有爸妈和妹妹 我要回家 至于为什么自从叶晨上山以来 剧情和师尊师妹们的人设跑篇 眼下也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 灵霄发誓一定要走完反派 人生顺利完成系统任务 当长老宣布获胜方式灵霄后 二师妹和三师妹一脸开森 纷纷跑来为他恭贺 萧红林健壮嘴角也是露出了一抹微笑 只是他不理解为什么自己的两个女弟子 态度竟也发生了改变 按梦境里的预言 他俩不是会爱上叶晨那个小子 并且逐渐厌恶起灵霄吗 难道是霄儿的命运从这一刻开始 已完全被扭转发生了改变 看着徒弟们感情和睦 身为长辈师尊的他本应该感到开心才是 可为何眼下会如此失落呢 这一幕也都被灵霄看在眼里 既然选择继续当反派 那自然要将反派精神贯彻到底 而主角这边正在疯狂发泄情绪 堂堂天选之子竟被一个反派废杀案 在地上摩擦羞辱 这可比杀了他还难受 石老正是出来劝解叶晨 那个劫狐女纪元的未免之子 与你故乡上下 还是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一想到灵霄这个反派 左拥右抱他就气不打一出来 石老天空为何都是隐隐带着些绿色 小友别说话 你这是给震出内伤了 老夫这就传你一套心法修补经脉 随后男主马不停蹄地坐下感悟 多亏了石老救助 否则本世子便遭了那间人毒手 神清气爽的 他再次将这一切甩锅给灵霄 他发誓下次再见到灵霄定让他好看 殊不知我们的大师兄就在他身后 下一秒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差点吓得男主当场去世 男主一脸惊恐地询问 灵霄到底想要干什么 谁知灵霄竟一把将他壁咚到树下 你猜猜人家到底想干什么 其实灵霄此番前来 只不过是观察一下 这个傻男主的人设 是不是也发生了改变 但却被叶晨 当成了男女通吃的死变态 好在这时胖子老到及时出现 灵霄看着这间接胖子一脸问号 这老狐狸又在打什么算盘 原助理也没见他对男主这么上心 为了不打草惊涉 灵霄于是借颇下驴放了男主 就在灵霄庆幸虽然收徒大点 没按原本剧情发展下去 但好歹也算顺利结束 谁知小师妹突然一个亮枪出现 并且脖子上还带着玉兽魔珠 这玉兽魔珠据说是上古赤油大神的配饰 有着通天之能 是陆家祖传宝物 这玩意儿更是能控制方圆千里内 所有结单以下的妖兽 难道这丫头真带了一群妖兽过来杂场 而他这并交的模样也是把大师兄吓得不轻 冷艳伯良的师尊竟要反派师兄 给他按一辈子的狱卒 就连天选之子都不按套路出牌 选择拜反派为师 原来就在刚刚一脸并交模样的小师妹 带领着他的妖兽大军打算灭了男主 带着大师兄远走包飞 这样大师兄就会只属于他了 这时二师妹和三师妹突然出现 以为是来阻止他的 禁令他起了杀心 而灵霄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于是赶忙摸着小师妹的头安抚他的情绪 随后灵霄急忙交代自己要和小师妹单独聊聊 让他二人先离开此地 从上个月开始小师妹的性格忽然变得冷漠孤僻 对一切充满敌意 不管他是因为什么发生了变化 现在最要紧的是先稳住他 本打算出卖色相套出他心中所想 没想到下一刻小师妹竟向他当众表白 更是一把扑进灵霄怀里说想和他永远永远在一起 这又蒙又甜的模样哪个男人能不喜欢 这突如其来的表白也差点令他这个反派沦陷 这难道就是恋爱的感觉吗 但下一秒系统就跳了出来 因他成功还原了主线剧情 奖励青蓝剑法一步 灵霄麻了 这特喵的青蓝剑法不是男主叶晨的关键性装逼道具吗 怎么送给我 另一边的叶晨正在感谢胖子老道的搭救之恩 他深知这次在宗门大比出了这么大的仇 想必青蓝宗的割封首席怕是无人会收他为徒 身后的石老也再次劝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却不曾想胖子老道进半路杀出 想要收男主做他的嫡传弟子 让其加入他天荡风一迈 男主文言一脸开心 当即下跪拜师行礼 实不相瞒 你方才一出场 为师便觉得你有着大地之姿 听到胖子老道的吹捧夜城别提多开心了 上天果然还是眷顾我夜无敌的 等进了青蓝宗便找机会找那个灵霄报仇雪恨 顺便将截狐自己机缘的狂谱找出来一件格杀 石老怎么也没想到 一直传授他仙缘武道早已将他是做弟子 而今居然败了一名下界修士为师 这不是当众打他的脸吗 其实在夜城心中 石老不过是个寄生虫罢 即便来历在身不一样也得靠他生存 而男主的这番操作着实把石老伤得不轻 倾其所有帮他到头来还被视为垃圾 或许是他算错 其实天命之子乃是那位截狐了夜城机缘的神秘存在 与此同事回来后的大师兄正在选飞 这些资质出众的少女都非常适合我神乱风 作为大师兄就由我来带这些新弟子入门吧 大师兄日理万机这点小事就不劳烦师兄了 这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这时怀真出现提醒灵霄晚上别忘了师尊有请 来到师尊的小木屋灵霄心里就泛起了嘀咕 不知为何 总觉得剧情崩坏的根源很有可能在师尊身上 莫非师尊用了某种逆天手段提前算好的今日我与夜城对阵 所以才特地传功 毕竟那一晚的建议灌顶绝非他酒后率性为之 为了弄清楚这一切 灵霄壮的胆子走进了师尊的屋门 而这时师尊早已等候多时 今天表现不错 没有辜负为师对你的期望 师尊决定奖励你一番 只见他缓缓伸出自己的狱卒 歪徒儿快点来帮师尊洗脚了 灵霄是一脸无语 大半夜叫人家过来居然是为了洗脚 这特喵的算马门子奖励 见灵霄迟了这么久 难道萧儿不愿意 那为师且问你 你既然不愿意去 又为何要偷麻为师的丝袜呀 灵霄傻了 师尊不会是早就知道了吧 所以才出手嘎了夜晨的妖兽 难怪他会觉得这是在奖励舞 这特喵的也太羞耻了吧 简直就是当场射死啊 为了想办法顾弄过去 灵霄当即打来洗脚水 并亲自为骑捏脚 师尊若要你一生一世 天天为我洗脚你可愿意 灵霄麻了 一生一世洗脚这特喵的什么脑回路 气氛也在此刻尴尬了起来 萧红灵剑状于是转移话题 虽然你也有无相剑体 但今日与夜晨一战 师尊关你对剑翼的掌控度 还少一些火候 下个月咱们五脉弟子 姚一同前往地理建筑 你身为神鸾峰大师兄 也是时候拥有自己的本命灵剑 看着离去的灵霄 他心中感慨万分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 打断了他的伤感 这明明叫月姬的灵体调侃 他也会有为情所困的一天 萧红灵让他别这么八卦 你应当知道本座的脾气 莫说你现在只是一道 来自上界的残魂 即便你恢复肉身重回往日境界 本座一样能治你 原来萧红灵的灵剑 清卵其中孕育着一对双生凤凰神魂 一旦将剑一贯顶给男子 那头神凤便会随之 进驻对方的灵剑人胎之中 若是动情 便只能对他一人 否则便会遭受烈火焚心之苦 方才你问他可愿意 生一世在你身边 想必是动了真情吧 萧红灵文言直接拔剑 本尊与徒儿之间清清白白 岂能他人诋毁 但冷静下来的他向月姬解释 你问我为何会知道 你的残魂会被封印在禁地盘龙深渊 为何能轻易解开封印将你解救出来 那是因为本座能看见未来 夜沉那个恶徒以后 会闯入禁地拜你为师 得到你的传承 此子若是得适 便会让清兰宗万劫不复 因此本座必须先踏一步 在了解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后 月姬答应会助他一臂之力 毕竟这清兰宗是他相公亲手建立 他也会努力守住这份基业 这个小师妹有多牛批 开局直接雷霆到击 发现人不再竟然抱着 大师兄的被子闻了起来 这变态的一幕看得大师兄人都傻了 这特喵的什么情况 难道三师妹被人夺舍了 为何女主们对猥琐反派大师兄的态度 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 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今天我林某人定要弄个一清二楚 抓他的现行 可三师妹闻着闻着 就发现被子里好像藏了什么东西 然后就把师兄偷拍的刘影翻了出来 顿时大师兄直接裂开 完了完了 昨天忘记把刘影师收起来了 这下干大了 本大师兄的形象就这么没了 但下一秒他便反应过来 人家不是反派吗 要什么形象 于是大师兄一把推开屋门 三师妹你放肆 谁允许你闯进来的 只见三师妹一脸娇羞地看着大师兄 就算他是多么温柔的宝藏女孩 看到如此猥琐下流的师兄也是无法原谅的 把我骂我都行 最好再来个到达一扒威逼利用什么 将反派职直接拉门 下一秒 三师妹便将手中的刘影师咔嚓捏碎 大师兄若有此等爱好 为什么不能只看我一人了 傻子才要做选择 正常人当然是全都要 而且三师妹可不要误会 大师兄只是为了监督你们的修炼情况吧 你可不要多想 倒是你 三更半夜溜进本师兄房间 到底有何归干了 三师妹支支吾吾地解释 师妹担心白天那狗贼夜沉伤了师兄 所以便来探望师兄 林霄文言一脸坏笑地靠近他 这么关心师兄 还真是令人家感动了 援助中林霄被夜沉碾压之后 三师妹还带着四师妹一起探望男主并道歉 结果现在三师妹因为担心 他这个反派过来看望 难道这剧情又跑偏了 于是他打算抢吻三师妹验证一下剧情是否跑偏 看到三师妹将他推开的场景 他终于放心了 这次的剧本总算是演对了 可下一秒 三师妹竟然主动吻了上去 这突如其来的反向操作 令我们的大师兄猝不及防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人家的初吻就这么没了 林霄麻了 反应过来的他一把将三师妹推开 更是面露争鸣死死地盯着他 人家是反派不是男主啊 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但纯情大师兄还是没有过多责备他 没办法 谁要我林某人终究还是太善良了吗 三师妹见状一脸开森地扑进大师兄的怀里 我就知道大师兄不会怪人家的 这一次林霄并没有推开他 反而是欣慰地笑了 除了在书中对他们的了解 还有这十几年来 他亲眼目睹他们一步一步成长 曾经的三个爱哭包 现在都长大成为亭亭玉利的大姑娘了 人非草木熟能无情 我表面上扮演着反派大师兄的人设 但暗地里的确为了这几位师妹 做了不少事情 刚才听薇薇说我对他很好 难道说我的马甲真调 不行 一定要向他问得清楚 随后他便一脸严肃询问起三师妹 三师妹接下来师兄问你三个问题 你务必如实回答 第一个问题 在白天那北川王狮子叶晨 拜身之前你可曾见过他 三师妹先是愣了一下 但紧接着害羞的回答没有 以灵霄对三师妹的了解 他从不说谎的 既然他说没见过叶晨 那绝对是素未谋念 大师兄只是问我可曾见过叶晨 而我是通过脑海中的剧本知道此人 因此倒也不算欺骗师兄 但大师兄越想越不对劲 白天叶晨挑衅我时 三师妹看向叶晨的眼色分明 是充满着仇恨 要知道 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随后他又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今日见到叶晨之后 你对此人的感官如何 当听到这个问题 三师妹瞬间阴沉了脸 微微虽然不认识此人 但今日一见 对其做派为人 极为不耻 恨不得 大师兄听到这个回答有些懵圈 恨不得什么 三师妹见状再说下去 就要惹来大师兄的怀疑了 于是他连忙转移话题 大师兄还是问微微第三个问题吧 人家不想评价一些无关紧要的人 这变脸的速度 三师妹怕是已经知道 叶晨的真实嘴脸 看来三师妹也对我有所隐瞒了 如果他真没有见过叶晨 那又为何会露出如此大的杀机呢 不行 得试探明白三师妹对叶晨是什么想法 于是他便向三师妹问道 你可愿意帮大师兄一个忙 我想让你去一趟天荡风 为叶晨设下一个局 帮你家大师兄出出气 你若是不愿意就算了 当然这么做的目的 其实是试探一下三师妹的态度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三师妹不仅欣然接下这个任务 更是想自己出手掌的男主 大师兄什么时候动手 需不需要给他留个全尸 看到这一幕大师兄人直接傻了 听我说 师兄是跟你开玩笑的 完了完了 娇羞可爱的三师妹 竟使用美人技来对付天命之子 此刻的男主正在房间内修炼 并成功提升到了助激进 原来这一切的功傲 都要归功于我们的 石老传授的这套功法 不得不说 石老是我见过的 最没有尊严的舔狗 堂堂一个上界大门 被男主多次扎心后 竟还选择原谅男主 并送上顶级功法 就在这时一名弟子前来 叶师弟 神乱风的楚师姐来访 当听到楚又威前来 男主先是一愣 不顾石老的劝杰选择前往 气得石老心里 已经不知问候他多少次了 当男主来到天荡风 便看见等候多时的三师妹 楚师姐不知深夜 约我相见有何归干了 只见三师妹一脸害羞地说道 人家今日来是为了 替我大师兄向叶师弟道歉 我大师兄今日出手 没亲没中害得你受伤 真是委屈叶师弟了 男主看着三师妹 羞答答的模样 那叫一度猥琐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三师妹只要一说谎 就会了红 三师妹调整了一番过后 继续开始了他的表演 其实一切都是我大师兄的错 他见我因因师妹 对你一见钟情便心生嫉妒 叶师弟你是无辜的 当然这一切都是骗他的 三师妹心中恨不得 现在就长了男主 叶陈文言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果然这个女人她是懂我的 本世子有预感 从今夜开始之后 随后更是一脸自恋地表示 我知道楚师姐不是有心的 你只是太害羞了 三师妹见时机 已到于是提议要带她 好好游玩一番 当作为大师兄略微赔罪了 还没等男主答应 三师妹便欲琴出发 叶陈见状也换出自己的飞剑 女人 可我玩欲琴故纵事吧 这游戏我喜欢 令三师妹没想到的是 叶陈这一届武夫 又刚刚入门 竟会这等先加身法 猜测他背后定有高人指点 怎么样 心动了吧女人 我这一手可是用上了全部真理 这时三师妹突然停了下来 表示自己要去前面的灵犬沐浴一番 让她在此地稍等片刻 时老提醒她小心有诈 此地灵气充满 像是一块极为稀少的先天聚灵地 通常这种地方都是宗门内提供给核心弟子 甚至只是长老们的修行宝地 咱们还是快快离去为好 可这时的叶陈面对如此诱惑 岂会离开 我堂堂气韵之子哪一次危机不是化险为一 半个时辰后 叶陈在外面动得是瑟瑟发抖 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 不是说去前面的灵犬里沐浴吗 要不过去跟她打个招呼 而这时上方突然出现几名妹子在宫中修炼 搞了半天原来此地是凤鸣峰的地盘啊 当她看到天女池三个大子 猜想楚又威肯定是在故意拖延时间等她主动过去 很快叶陈便一路寻找 终于发现一名女子正在灵池沐浴 随后一脸猥琐地向灵池跑去 楚师姐我来了 而下一秒迎接她的竟是洗澡水打脸 何方小费 竟敢擅闯我凤鸣峰禁地天女池 叶陈下意实验了口唾沫 完了 完了 真下真的完了 这个男主有多自恋 偷看人家妹子洗澡被发现后不选择逃跑 竟还主动上前搭讪 这难道就是来自主角光环的优越感吗 原来就在男主偷看妹子洗澡被打脸后 当场愣在了原地 只因她看到美女就走不动到的老毛病又犯了 施老让她赶紧闪 这女人是天生的修罗战体 杀气极重 而且实力远在她之上 男主则认为施老是在起人忧天 表示自她出生起就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光环 并扬言只要是美女都对她难以抗拒 即便是这个小野猫也抵挡不了她的魅力 就当男主一脸自信向前搭讪时 妹子直接一箭向她斩来 你这偷窥狂还敢嬉皮笑脸 真是不知死活 此刻的男主才真正意识到 面前的这个妹子不好忍 这霸道伶俐的建议可不是她能够抵挡的 这女人是真的对她动了杀心 施老也是一脸无语 初见男主时她还并不是这样猥琐 从前的她满腔热血却不是缜密冷静 但自从遇到反派灵霄之后 她的人格也逐渐扭曲 这也让施老怀疑她可能不是天命之子 反倒是那灵霄气韵极佳更像自己要找的人 这时又有几位师妹出现 并认出了叶辰的身份 于是祝婉宁尊负师妹先将叶辰压下去 将此事禀报师尊后再做定夺 躲在草丛后面的三师妹看到计谋得逞一脸开心 但想到祝婉宁长得又美 实力又强 大师兄让她将叶辰引到此地 也正是因为了解祝婉宁的脾气秉性 猜测大师兄可能对祝婉宁放心暗许 一想到这里三师妹心里内叫一个气 林霄也因还原反派人设成功获得了诸多奖励 更是自动领悟剑决神通 剑影苍龙真觉 可下一秒她就感觉情况不妙 叶辰怎么会被祝婉宁打成重伤呢 这不应该啊 根据原著剧情三师妹拜访了叶辰 两人聊得正还因此误入凤鸣峰的地界 和祝婉宁打了一家 叶辰因为三师妹的出手所以并没有受伤 但想了想这样也好 就叶辰这个狗男主 以后有他再别想染指他的宝藏师妹 眼下三师妹确定人设崩坏 看来要走完反派大师兄的剧情线 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其他两位师妹了 接下来就是男主装逼打脸的第二大剧情 剑种外的五脉会晤 就在灵霄查看系统给他的道具后 他人直接傻了 大小神通如今共计87项 这特喵的是打算让他这个反派 垂暴叶辰自己当男主 本打算删掉修炼经验包 不料这狗系统竟自动开启强制提升修为 他还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系统 不仅直接将他的境界提升到半步精丹进步说 还给他解锁了新神通 就在这时三师妹突然推门而入 两人四目相对场面一度陷入肝打 害羞的三师妹隔着指缝大喊大叫道 大师兄你这个变态 为了将反派人设进行到底 灵霄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只见他一把搂住师妹 那猥琐的表情 一个字 绝 反派师兄竟将男主的后宫收入怀中 先是纯情三师妹主动投怀送抱 现在又来了个高冷二师妹千里追夫 左拥右抱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 寂静的夜晚 灵霄带着三师妹来到神乱风赏月 看着天空中那优美的月光 三师妹一脸幸福 原来眼前的星空便是大师兄要送给我的礼物 灵霄告诉他此地乃是神乱风观星赏月最佳之地 每逢他夜不能寐之时 自己就回来此处赏月 这时三师妹突然问道 为何大师兄会突然想到把夜晨引到主师姐那里借刀杀人呢 并且如此断定夜晨一定会上当 以及主师姐一定会出手伤他呢 灵霄一脸尴尬 表示自己这么做全凭直觉 要不然也不能说自己对祝婉宁的人设了如指掌吧 在原著中 祝婉宁天资无双 身负太古修罗暂停 他对于为人轻浮桀骜的夜晨 起初更是完全无感 但在接下来的五脉会舞的剧情中 心高气傲的他被夜晨暴冷击败后就对其另眼看待 在剑种副本他二人被困秘境 为了逃出生天 更是一起修炼了青蓝双剑 但很快灵霄就察觉到有些不太对劲 现在他俩提前见面了不说 祝婉宁还直接打伤了男主 结下仇怨 那后面他俩还能一起修炼吗 这时三师妹突然打断了他 既然大师兄心中欲解已除 那接下来就轮到师妹了 又是这突如其来的场景 这么可爱的三师妹谁顶得住啊 在这幽静的山峰三师妹竟向灵霄当众表戴 表示想做大师兄的道路 不知大师兄可愿意否 这就是心动的感觉吗 哪个男人会拒绝如此可爱的师妹呢 但现在这个时候他一定要冷静 不能被福利冲昏了头脑 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搞清楚三师妹 为什么人设发生了改变 灵霄害羞地问道 难道你家大师兄还不够猥琐不够讨厌吗 要知道他在神轮峰里没几个人真心待见他 平常温柔可爱的三师妹一脸严肃地表示 他永远不会忘记入山的第一日 他绝望无助的时候 是大师兄给了他温暖 还有六岁时不小心弄坏情弦 是大师兄熬夜帮他修好的 灵霄马了 三师妹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表面上维持反派人设 暗地里却做着暖男的事 灵霄怀疑是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自己背后做的事 所以人设才发生了改变 难道说此是此刻的三师妹 并不是喜欢书里的反派灵霄 而是当下的自己 还没等灵霄反应过来 三师妹竟主动将大师兄拢进怀里 大师兄你愿意接受微微的心意了吗 灵霄刚要回答却被三师妹再次亲吻 而这刚大的荧幕也恰巧被前来的二师妹尽收眼底 三人顿时愣在了原地 灵霄见状今天豁出去了 还不等二师妹拒绝便将其一把拽进怀里 果然当反派才是最快乐的事 其实灵霄的那心慌得要死 为了将反派人设进行道理 灵霄打算先把他们灌醉 就是看师妹们的样子 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 男主的后宫竟打算对反派师兄霸王硬上弓 原来大师兄的秘密早就被二师妹发现 二师妹从小家破人亡 后被师尊带回神乱丰收为弟子 二师妹每日刻苦修炼 只为早日变强报仇雪恨 而灵霄小时候却只知道欺负二师妹 每次在师妹练剑时 就会一把抢走师妹的宝剑 即便被抓还是一脸嚣张的小表情 表示不就是拿她的剑玩意玩吗 她的剑又笨又重 人家才不想要呢 二师妹的手也因每日过度练剑 磨得满是伤痕 其实大师兄这样做 只是不忍心看她受伤罢了 溜走之后的大师兄路过三师妹的房间时 发现三师妹正在房间内痛哭 原来是因琴弦断而伤心 大师兄走上前来表示 是她偷偷减断的琴弦 原因就是因为三师妹弹琴太吵 吵得她晚上睡不着 得知琴弦是大师兄故意损坏后 三师妹哇哇大哭 大师兄健壮于是拿出她一直想要的琴弧 当作赔礼道歉 谁知琴弧内容却是一片空白 我们这个大师兄从小就这么坏坏了 即便在睡梦中三师妹也不断想了她的琴弦 嘴中不断咒骂着你个坏蛋大师兄 大师兄为此也表示很无奈 为了维持反派人设 她也没有办法 只能对不住师妹们 为了不让三师妹太过伤心 营销连夜修补了琴弦 当清晨起来看到床边修好的琴弦 三师妹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脸 可当她酒醒过后却发现自己被捆绑起来 只见二师妹一脸冰娇的模样看着自己 灵霄也没想到她竟然喝断片 上一秒还在和两个师妹看星星看月亮 下一秒就被师妹捆绑 这可瞄得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师兄你看咱们又为师妹多训了 才喝几杯就醉了 看来只有小龙能陪师兄一醉方休了 我善良温柔的大师兄啊 这些年你一定演得很辛苦吧 大师兄麻了 难道自己的演技早就被二师妹看穿 二师妹的定情性物有多牛批 竟将自己的贴身之物当作定情性物 被推倒的大师兄一脸害羞 二师妹则表示如今师兄不用再隐藏自己了 你的秘密人家早就知道 大师兄看着二师妹一脸病骄的模样怕得要死 畸形的爱人家不喜欢了 但一想到自己可是个反派 于是酝酿一番过后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二师妹 你大胆 这帮放肆就不怕师兄今晚狂性大发吗 你可知道 你师兄发起飙来连自己都怕 其实二师妹早就看穿了一切 明明内心善良温柔 却努力想要扮演一个好色猥琐之徒 大师兄你真的是太可爱了 谁知下一秒二师妹竟强吻了上去 灵霄麻了 这特喵得真是令人猝不及防呀 借着微醺般的感觉 二师妹竟脱下了他的丝袜 遮在了灵霄的脸上 大师兄既然偷了师尊的丝袜 想必一定很喜欢女孩子的衣物吧 这是人家特意送给大师兄的定情性物 灵霄麻了 他怎么知道人家偷拿了师尊的东西 灵霄猜测这个未免 从一个时间线开始剧情 就已经彻底崩坏了 一切都是命运十字门的选择呀 此时二师妹酝酿已久的喷嚏 终于打了出去 这时他似乎有些清醒起来 看着这尴尬的一幕 连忙解释刚才喝得有些头昏 这才冒犯了大师兄 灵霄一脸无语 气氛都烘托到这 你给我掉链子 这时二师妹一本正经地说明了此次来意 那就是下个月的五脉会 咱们各脉内部将会定下最终出战的人选 他请求灵霄跟网界一样不要出战 由他姐妹三人代表神湾风 若是那个叶尘在敢狗胆包天挑衅大师兄 由他亲自出马教训即可 大师兄文言一口围绝了这个题 表示自己身为首席 岂能躲在几位师妹的身后 并扬言叶尘在敢叫嚣 他闭上台打的词子 连他亲妈都不认识他 就连临走时还不忘小庄一下 表示现在的他已无敌手 林霄心中早已暗自发誓这次五脉会伍 他定要抓住机会被叶尘成功打理 毕竟这么好的机会 他怎能容许剧情再次崩溃 看着大师兄离去的背影 果然大师兄拒绝了 也就是说师兄真的会像天道记忆预言的那样 与叶尘比是走上不归路吗 但想到白天的收徒大的 大师兄一见碾压叶尘扭转了命运 他对大师兄有信心 接下来的五脉会伍一定会再一次改写命运 看着早就醉得不省人事的三师妹感慨道 师妹啊师妹 只要今后你不跟师姐抢大师兄 师姐还会疼你的 希望我们不会有反目成仇的一天吧 天选之子竟差点死在自己的后宫手中 原来被套路的男主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地牢之中 此刻的叶尘犹如丧家之曲 将这一切都甩播给林霄 要不是他派出又为使用美人计 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事是老让他别狗叫 有位半步化神的强者来了 看样子怕是要来处决你的执法堂太上掌了 下一秒碰的一声 劳门竟被直接踹开 来人正是苏寡妇 叶世子 你总算落在本座手上 说吧 你想怎么死 看到浑身杀气的苏妹男主被吓得瑟瑟发抖 连忙求助师老救命 这女人是真的要对自己下杀手的 见师老一言不发 于是叶尘便开口威胁 已如今已残魂寄生于我 我若生死你也没好果子吃 已若今日救我 从今往后什么都听你的 苏妹看着男主的这副嘴脸只觉得十分恶心 记忆里那大气韵加深 搅动青蓝宗乃至整个中州大陆的天命之子 难道就是这副贪生怕死的德性吗 你这个疯女人 你使得并非先门法术 而是魔修的伎俩 此时的苏妹已经接近疯狂的状态 什么天道记忆 什么悲惨下场 她今日就要打了男主扭转乾坤 就在男主即将挂掉的时候 石老突然出手将男主从苏妹手上就走 苏妹也猜到了就叶尘之人 应该是记忆里提及过的神秘高人 可惜剧本只是勾勒出了大概的未来普及 叶尘背后的高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还从未展示 想到接下来的零脉会晤 如若不阻止叶尘后果不堪设想 回想之前林霄在剧本所作所为 本应是一名郁郁而中的小人物 但却在收图大典上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猜测林霄就是改变整个局面的关键棋子 只见苏妹露出一脸病骄的模样 她发誓这次一定要把林霄牢牢抓在自己的手心 此刻的男主正在疯狂逃命 石老则在一旁继续劝她借此机会离开青蓝宗 身为天命之子以后的机缘也不会少的 等修成大果正到神王 再回到此处覆灭青蓝宗 岂不美哉 只见男主停下脚步 扬言自己乃是天命之子 与他作对的都得死 否则这天命之子不当也罢 你我不过是个区所需 何必将自己说得那么伟大 无奈的石老也只好再次低头 随后便问起男主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而男主自然是要将林霄与楚又为合伙 陷害他的事情告诉原一老道 让林霄为此付出代价 石老这时提醒叶晨 那原一老道身上夹杂着一股上股邪魔窒息 搞不好此人是八大宗门安插在正道的奸细 叶晨文言竟哈哈大笑起来 正好与这家伙联手一起列了青蓝宗 只要他一封书信 他那没有血缘关系的美少女妹妹叶轩儿 就会率领八十万北川惊奇佩和魔门势力 一举将青蓝宗踏灭 此刻的石老已经是对男主失望透顶 正邪不焚 善恶不变 死子没救了 随后他便想到那位隐藏在青蓝宗截胡叶晨气韵之 或许抱此人大腿还算不错 天命之子竟阴叶杀阳错拔出了魔剑 原来逃跑后的主角意外来到剑种秘境 石老一眼就认出了这里 剑种秘境是青蓝宗专门用来给本宗弟子铸救本命零剑 十年才会开启一次 男主文言也就是说里面有很强大的武器了 石老一脸兴奋 告诉叶晨只要能成功得到一把 对修士本身的实力内将是值得提升 所以每年才有这么多人要拜入青蓝宗 石老感受到剑种内有一股神秘的精纯力量 猜测里面可能是叶晨的大机缘 叶晨闻言一领兴奋 前一秒还在被人追杀 后一秒就碰上次等机缘 这才对得起他天命之子的身份嘛 可这时石老突然拦下他 只因怕剑种内危险重重 凭他现在的实力进去只有死路一条 叶晨则认为常年关闭的剑种因他的道来而打开 这分明就是为他而特赦的机缘 在两人的不断探索中 石老终于找到了那股神秘力量的源头 就在打开石门的一瞬间 叶晨就飞快地冲了进去 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柄诡异的魔剑插在棺材之上 石老不解为何仙宗内会有魔族的武器 可叶晨则不管那些 只有此等魔兵才配得上本世子的身份 这时石老再次阻止叶晨不要轻举妄动 提醒他这魔剑有极其邪恶的镇压封印 此情此景必有重大隐情 不是他能把握的 叶晨文言恶狠狠地盯着身后的石老 他把握不了 那你觉得青兰宗内抢走他气运的那丝能有把握吗 石老无奈地告诉他 对比目前的气运情况 确实那人或许有把握 男主文言当即暴怒 凭什么他可以 我就不行 今日就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天命之子 当叶晨拔出魔剑的一刹那 棺材内的魔器蜂拥而出 石老也在这时感觉到来自上界的气息 此刻的叶晨已经接近疯狂的状态 扬言这就是为他特赦的大纪元 扭转乾坤 只日可待 下一秒萧红灵就出现在男主的身前 此刻的叶晨一脸猛逼 灵霄的师尊怎么会在这呢 这时萧红灵才缓缓开口说道 你果然能解开这个封印 不枉人家引你到此处 而灵霄看着裂开的茶杯 一种不妙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 堂堂爽闻男主天命之子 明明天下的女子都该倾慕于他 可如今这一切都成为反派大师兄的 其实上一世的叶晨在拔出魔剑后 青蓝宗的祖师娘娘月姬便就此出现 并将青蓝宗祖脉之力传授于男主 作为助他解除封印的报答 自内之后叶晨便暴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 如今的青蓝宗沦落至此 全都是拜他所赐 这事男主也不再掩饰 扬言只要师尊带着师姐们老老实实顺从于他 他就会帮弃保住青蓝宗 如若不然便屠灭青蓝 时间来到叶晨入剑宠之情 萧红灵按照天道记忆来到魔剑所在位置 他不解到底是谁 将月姬封印于此 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既然他已经提前知晓 那自然不能如叶晨所愿 这魔剑可是叶晨的机缘 所以他必须提前拿走 这样叶晨的人生就将止步于此了 可萧红灵使出浑身解数魔剑依旧纹丝不动 果然这把魔剑只有真正的气韵之子才能拔出 于是他便想了个办法 那就是将叶晨引入剑种让气拔出魔剑 他再半路截胡 这样叶晨所有的努力便会崩溃一溃 时间来到叶晨拔出魔剑后 萧红灵也在此时霸气登场 石老健壮连忙提醒男主情况不妙 叫他赶快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谁知男主两眼冒光 将半路杀出的萧红灵当作他的机缘 石老拔了 你小子还真是游言不尽了 面对如此妩媚动人的世尊 身为天命之子的他也沦向 此刻的叶晨心中暗想 只要能拿下萧红灵 灵霄那个仙棍还不服手称臣 就在他白日做梦时 萧红灵一把便将他丢飞了出去 并嘲讽叶晨要有自知之谜 能让他萧红灵高看一眼的 唯有他的徒儿灵霄 至于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此刻的叶晨内心被打击的 已经不成样子了 明明自己才是气韵之子 天下的女子本都该爱慕于他 可这一切凭什么都变成灵霄的 石老让叶晨快逃 他已经感觉到萧红灵起了杀心 可叶晨似乎还没搞清楚状况 以为自己是气韵之子 绝不会轻易苟待 谁知下一秒便被萧红灵打飞了数米之远 而此刻的萧红灵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灭了叶晨改写青蓝宗的命运 谁知就在常见即将刺中叶晨时 拥有天道庇护的叶晨再次化醒了 并降下天雷重伤了萧红灵